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明年的军工较薪资以及劳工基本工资有可能调涨吗 行政长孙仁昌今天在院会当中就只是行人事总处等单位 要评估作为政府带头加薪的示范 而劳动部长许明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也保证今年的基本工资审议会一定召开 而劳团认为劳工在去年已经供体时间了 调幅一定不能够比去年低 而薪资审议委员评估今年应该是涨定了 而且不会低于2% 因为根据两项指标来计算的话 那么基本月薪可能会增加427元到1132元之间 不过资方目前仍然持反对意见 军工教各方的同仁也都非常尽心尽力 给他们怎么样子来肯认 行政院长苏贞昌肯定军工教为台湾守住疫情 只是相关部会在财政考量下 派人将调薪计划编进明年度预算 让政府带头加薪能够带动民间企业 共同加薪的示范 军工教渴望在动涨三年后再有调薪空间 因为今年经济成长率达5.88% 苏葵登高一呼 劳动部长许明春接受专访时 也承诺今年基本工资审议会一定开 且相比去年强篷疫情 调幅近0.84%乐观不少 单来讲是经济果实 要让一个劳工来分享 劳团期待经济成长的果实 可以让劳工不用再共体时间 四方则抱持反对意见 当然有比去年更大幅调整的空间 我反对今年对于这些纾困产业 进行所谓的调薪 审议委员则分析 依据指标今年调整幅度 不会低于202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1.78% 但恐怕不会增加高于5.88%的一半 依现金基本月薪24000元来计算 基本月薪可能增加427元到1132元之间 我认为要低于2%都很困难 疫情对产业冲击不一 还有待劳资双方协商出 都能接受的结果 接着正常的卫程 台报到